好 来 紧接着回来 我请委员谈一下 马龙来了 我超开心的 我看了很多场马龙的比赛 我真的是他的小粉丝 那访台九天 首战到了中山女中 这次有两位奥运金牌 那其中一个协调的过程当中 立委赖士宝在居中协调 他就说 不会跟学生座谈 我晓得了 我在想中山女中的学生 应该很想跟他座谈吧 我不知道 这是我自己猜 因为这个教育部次长 在协调会的时候说 担心高中学生的心智年龄 比较小和不成熟 如果要跟陆生团来座谈的话 比较敏感 然后也担心家长会有反应 上课期间要尽量避免干扰 其实中山女中的反应比较好 说因为在断考期 我觉得这个就OK 大家可以理解 但你要说高中生的心智不成熟 今天游书会下午在节目中 游书会说 我高中念的就是中山女中 我觉得那时候就很成熟 自由时报独家 马龙杨倩是中共党员 马英九邀的这些学生 都是由共青团共产党组成 全部都是中共挑过的 马龙杨倩都是中共共产党党员 刻意派这两个人来宣传 萧续讲一句很有道理 台湾人的自信到哪里去了 两个金牌来台湾就会被统战 国台办发言人也说到底在怕什么 这个委员真的为什么那么怕 绿营机体崩溃 我觉得民进党是有充分的理由害怕 而且民进党的考虑是对的 因为共产党派来的各个都这么优秀 然后又到这个高中去 然后一定会引起这些高中的 粉丝们的蜂拥 而且他回想说 民进党三明治告诉我们 中国大陆都这么差 这么丑这么坏 怎么来的都气质这么样的高雅 学问这么好 带人接物这么样的有礼素 好好的教养 怎么跟三明治民进党 告诉我们中国大陆有不太一样呢 民进党的党员才是高尚的 共产党党员怎么可能有这么好品质的 所以影响到了民进党在台湾岛内的认知作战 那这个认知作战会被冲破了 他当然要害怕 说谎说个老半天 民进党那些党部里面随便抓出来 王毅川这些人一比的话发现 因为民进党的干部才是歪瓜泪爪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拿王毅川比马龙 因为最近王毅川信问比较大 我拿他来稍微比较一下嘛 还有你看民进党的官员 哪一个站出来有这些大陆这些学生的 看起来气质那么高雅的 也没有啊 所以会影响到了高中学生对民进党的信赖感 本来信赖台湾这一下会信赖马龙那还得了 不过高中学生有没有心智年龙比较小 可能可以这样考虑了 所以赖清德才跑到高中里面就跟高中学生做谈 他觉得真的比较好骗了 哎呀可是赖清德你要不要想一想说 你去的话家长会有所反应啊 还是比较实际吧 好另外一个就是 之前在这个习拜会的时候 不是这个新闻报导说 习近平在拜登面前有点名赖清德吗 所以这题我们当时谈了好多次 因为民进党党这人士 但又是没有名字 就是说经过向美方确认 注意哦 向美方确认哦 有一个确认的过程哦 跟美方的谁确认呢 拜习不管是公开 在私下根本没有提到赖清德 那当时国安局长也是这样讲 不排除是大陆外交部官媒跟认知作战 就到今天为止 国台办院记者会嘛 他们的例行记者会都是固定的哦 陈兵华就讲哦 你看陈兵华的原文 就是以大陆官媒报导的为准 新华社讲的一点都没错 跟当初蜡晚报第一时间的判断是对的嘛 大陆你说其他的博主 你看看你心中存疑 但是央视啊 新华社人民日报啊 其实他的东西 其实就是党的东西哦 是不会错的 陈兵华就说民进党当局 罔顾事实说谎诚信 委员呢 民进党该怎么接这个球呢 尴尬了 他讲说 国台办人讲的话不可信 这是解决的不是吗 对 他就怕说像那个新加坡的案子啊 他讲说新加坡 没有说反对台湾独立啊 新加坡在官网上贴出来打他脸 那新加坡可以来验证这个民进党政府讲谎话 这个台湾老百姓会相信 那现在他讲说国台办讲的 他已经告诉你 哎呀 阿非啊 共亿啊 没准啦 他就摆平啦 他就不担心大陆上怎么回话 那委员呢 所以我们倒是要认真的反过来讲咯 那真的是习近平是极罕见的公开 在拜登面前提到赖清德 没有说不可能 我觉得现在我们要认真去看待这个议题 我认为民进党要表现出说 你看嘛 我的分量竟然可以在习拜会里面提出来谈 你知道我的行情有多好 台湾有多重要有多被重视 不要只知道台湾有棒球台湾有台积电 还有赖清德 人家都会谈到他 民进党你要这样想才对啊 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在回答的时候 因为当时这个新华社的新闻通告讲 赖清德与民进党当局 所以他们只关切赖清德 没有人去查到底有没有讲民进党当局 显然在切割赖清德与民进党当局 这何等严重啊 对不对 你知道啊从头没有人去查嘛 到底有没有讲那个 所以有没有讲民进党当局并不重要 有没有讲赖清德这比较重要 所以这个简直是原来的这个 我们回到以前皇朝的系统 朝廷不重要皇上最重要 对不对 有大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俊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